哈喽大家好,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 还有subscribe,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上个星期最受被关注的新闻 绝对是第六代Honda CR-V在大马发布 这一次新一代CR-V原厂就带来了 1.5L涡轮引擎以及2.0L混动引擎 而这一次呢,全车系标配Honda先进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安全性能大大提升 另外,大家期待已久的360镜头和无线CarPlay等配备也有入列 整体配备十分丰富 这一次新车本地一共分为4个车型可选 其中SE及V车型搭载的是1.5L VTEC Turbo引擎 而顶配RS车型则是2.0L EHEV混动引擎 新车本地开价159,900令吉起 不过2.0L EHEV RS车型的售价则是要等到明年才会公布 据悉Honda Malaysia目前已经接获超过2000张新一代的CRV新车订单 由此可见,这款车在本地受欢迎的程度 而其中40%左右的客户预定的是V车型 是4个车型里面最受欢迎的 那上个星期我们也有做了现场介绍视频 如果你们想看更详细关于新一代CRV的介绍 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回看 或者是到我们的Automarchi TikTok看我的介绍影片哦 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恭喜Broton X系列车型累积销量突破20万 根据吉利控股集团公布的数据 我们国产汽车品牌Broton旗下的X50 X70以及X90累积的销量已经达成200千辆的佳绩 这对于宝腾而言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自从吉利在2017年入驻宝腾后 宝腾就先后从吉利贴牌推出了X70、X50以及X90 而自从X70在2018年12月12日在大马上市开始 宝腾用5年的时间成功让Broton X系列的三款车型 做到20万辆的累积销量 那这其中最好卖的车款无疑就是X50 从2020年10月27日上市至今 它的累积销量已经突破了100千辆 是当之无愧大马近年来最受欢迎的B-Segment SUV 第三则新闻 这则新闻也和Proton有一点关系 因为宝腾的两家母公司 DRP HICOM和吉利控股集团 在上个星期就正式签约 双方将成立联银公司共同发展 以及建设位于当中Malim的 Automotive High Tech Valley高科技股计划 把该地区打造成区域内最大的汽车出口基地 在这家联银公司中 DRP HICOM将占股50.1% 而吉利集团则占股余下的49.9% 而在AHTV高科技汽车股计划中 不仅会把当地作为生产基地 还会有很多汽车相关的产业链入驻 像是高科技全球研发中心汽车相关的物流 培训及学习等机构等 另外除了已经在单众Malim设厂的Proton之外 预计未来吉利集团旗下的多个汽车品牌 可能也会选择在AHTV高科技汽车股落户 其中就包括了WOWOW, LINK ENCODE和极客等 都有可能会在这里设厂哦 这将为大马的汽车行业带来更多的先进的技术 以及相关的人才 这也可以增加我国的就业机会 对于大马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事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则新闻 说了很久的GAC GS3MZOOM引述终于要来了 在早前我们就有发现到 有部分的GAC销售员被送去进行新车上市的前培训 而且原厂也已经向受邀的客户 先开放预览GA3的右驾驶 因此相信很快新车就要来了 GA3引述的定位是一辆V7SUV 而且这一次不同于其他中国厂商选择 先带来的低配版压低新车售价 这一次GA3在大马直接带来和中国一样的 1.5L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引擎配7速4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有着174hp加270Nm的动力输出 并且0百加速只需要7.5秒即可完成 动力在同级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这一款车的预计售价可能落在110千令吉左右 以这个价位来说它很有可能成为V7SUV中的刺客 其中和它同级别并且售价接近 但是动力更弱的OMODA5绝对要加倍小心哦 另外早前I1去中国体验GA3的影片已经上传了 有兴趣了解这一款车的朋友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看回 另外我们也有收到消息 原厂在2023年结束之前将会有一个大动作 因此可以预见这一款车很快就要发布了 所以对它有兴趣的话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有什么消息我们将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们下一下一见拜拜 by bwd6